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各位今天是禮拜一 新的一週新的開始 這個禮拜交易日只有四天 因為禮拜五是中秋節 所以本週只有四個交易日 這四個交易日當中 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我們好好的來看一下 來我們先看一下今天的盤面 今天的盤面台啟收盤上漲了25點 小漲收在107.92 最高在108.27 最低在10773 高低點兩個去相減之下 高低差是54點 也就是說今天的空間跟震盪 算是普通啦沒有到非常大 50幾點還好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一個消息的部分 投票來我們看一下 今天高低點是這樣子嗎 那當然今天的一個訊息部分 其實有一些利多消息 蘋果要推新的手機 9月10號會有發表會 9月20號正式推出 然後呢它將中國列為首發 投票這個新聞的含義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來做一個說明 那我先簡單講一下 它為什麼要把中國列為首發 iPhone 11對不對 現在是iPhone X嘛 iPhone 11它為什麼要把它列為 中國的市場 為什麼把它列為首發 因為它不希望銷售數字太難看 各位啊過去啊 它曾經沒有把中國列為首發 所以呢 第一波公佈出來的銷售數字不好看 所以這一次蘋果學聰明 它將中國的市場列為首發 也就是說它第一波公佈出來的銷售數字 應該就會不錯 你那麼大的市場 你先賣那當然不會太差嘛 這個是可以預期的 好這個是可以預期的 好這是第一個利多 第二個 在禮拜五的下午 中國人行宣佈降準兩碼 大概釋放9000億人民幣的活水投票 量化寬鬆啊 把資金釋放出來 好所以在這兩個 利多消息的刺激之下 直接反應的是誰 直接反應的應該是A股 對不對很多人會去期待說 你看今天早盤不是漲嗎 今天早盤漲 對不對早盤還開高稍微拉了一下對不對 還拉了一下喔 跟這個消息有關係 跟這個消息也有關係 可是最重要的投票 你還是要去對一下A股到底怎麼走 來我們來看一下A股A50到底怎麼走 結果他是怎樣投票 結果翻黑勒 開高走低勒 拜託怎麼會這樣 開高走低翻黑 A50期貨 這個就是針對這個 這個上陣指數的 A50指數的期貨 結果翻黑你有這個利多喔 你還有這個利多喔 結果沒有漲喔 所以為什麼我測標寫這個東西 台股 現階段已經來到這個壓力區 不宜追高 跟各位講真的 你不太適合去追高啊 各位你看 今天來到10829.44 你會不會覺得很剛好 上次的高點叫做10994.44 但是 這個巧合 他真的是巧合嗎 我覺得他隱含著一些玄機 所以這個地方你當然不能夠追高 你當然不能夠追高 一定會有風險 會有風險 不宜追高 小心壓回 為什麼這樣跟各位講 因為你看喔 前面三個高點 你看反彈都不過高 前面高點在1097 再來是什麼 10994.44再來今天的高點1089.44 所以 連續各位三個短線高點 各位他有沒有超過他沒有 10994.44有沒有超過這個1097 沒有所以幹嘛 反彈高不過高對不對好接下來我們看 跌下來的時候呢 跌下來這一波低點跌到10227 反彈 反彈 下殺跌到10180 再反彈所以 低點有沒有破低 他有破低喔 他有破低喔 所以代表什麼 還是一個什麼 大型的一個空方格局 反彈歸反彈啦 但是啊你不要太興奮 為什麼各位 連入股自己本身的A50自己本身都沒漲 各位 你台股不要太興奮 你不要太興奮 這個都利多喔 這個都利多 這個都是利多 A50怎麼漲 A50沒有漲 所以你回到這邊 對不對 好所以 基於這樣的判斷之下 所以維尼老師一直跟各位講 我們所有的 研判跟操作都會去從這些國際的戰略面 政策面 政治面去做 策略 所以我今天看到這樣的東西 早上我看到這樣的東西 我們就把操作的操板策略定出來 今天幹嘛 逢高要放空 所以為什麼 10823我們要掛空單 不是用猜的嗎 各位因為你去看這個東西嘛 你看就知道不對了嘛 對不對怎麼會這樣子呢 結果 你台股還能夠小收紅 現貨尾巴 各位你看這邊 現貨尾巴還能漲一下 這現貨 現貨大盤尾巴還拉一下 各位 這個都是警訊 這個都是警訊 所以這邊呢 不宜追高 不宜追高 你看今天行情是不是壓回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做這樣的事情 各位 今天我發給會員的壓力在哪裡 10823 早上的8點48分 8點48分 10823 投票今天最高是不是在10827 10827對不對 好 那你看 所以我們請會員幹嘛 10823 預掛 做空 做空 10823預掛做空 今天最高在10827 我們早上8點49分就發給會員朋友 後來殺下來 我們在10777市價平倉 46點先賺下來 投票 今天的高低點來你看一下 今天的高低點只有54點 低點在10773 你看我們補在哪裡 補在10777 空在10823 所以幾乎幹嘛 空最高補最低 幾乎是空最高補最低投票 這個需要 策略的規劃 老師運氣好 各位運氣好有辦法這麼多天運氣好 對不對 所以我跟各位來講 來 所以你看 8點49分就發給會員 對不對 所以 你當你收到這個call訊的時候 你去做操作 你去預掛這個單 投票來問你 這個高點10827是在9點鐘出現的 這邊現貨開盤9點鐘對不對 線貨開盤9點鐘是不是拉了一下 對不對 10827是在9點鐘出現的 也就是說 8點49分你去掛單能不能夠成交 一定成交的啦 我們會員朋友通通空到了嘛 通通空到了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 享受這個獲利的果實 對不對就享受這個獲利的果實 所以我常跟各位講 你只要有方法 有方法有工具 你就會有機會跟希望 所以 前提是要所有的操作 各位 我們還是跟各位講 除了技術面以外 你行情的分析 你必須心裡要有所本 你要有 要有這個底子 不是大家用有的 所以跟各位講 我們從剛剛這些訊息來 這些都是利多啊 這個都是利多啊 你今天開盤會不會想去追 你看他這樣子 這個利多對不對 你一定會想去追嘛 可是 同一秒 你有沒有真正去看看A50怎麼走 你一定沒有去看嘛 那薇文老師我幫你看嘛 我會去盯這個東西嘛 因為我知道他今天這樣子走 所以我幹嘛 同一秒來 我就跟你講這樣子嘛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掛這邊去放空 當你在這邊還去追的時候 拉上去今天現貨 你今天 期貨開盤你可能不敢追啊 因為你會觀望一下嘛 這閃戶的特性就是這樣子 會觀望一下 各位我們8點49分啦 我們就出手啦 沒有在跟他客氣了對不對 8點49分喔 還在這邊喔 還在這裡喔 各位我就請你掛這邊放空喔 這會是巧合嗎 這不會是巧合 這是經過我們綜合研判 從 所謂的一個 政治面 政策面 國際關係跟戰略 還有我們的軟體跟技術面 綜合研判出來 我問老師今天跟會員講什麼 跟會員講什麼 壓力在哪裡 10823 所以我們的會員都 都會收到這封口訊 支撐在10771 各位投票今天最低在哪裡 來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今天最低在10773 所以你如果收到這樣的口訊 我問你啊 你會不會在這邊去追空 你看尾巴還是稍微 彈上去啊 你在這邊追空你也找不到 你也沒有空間賺嘛對不對 你也沒有空間賺啦 所以 你如果只要收到這個東西 對你的操作 有沒有幫助 絕對有幫助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越是關鍵時刻 你越需要工具去指引你的方向 快中秋節嘛 月圓人團圓 方向波動都會變大 所以我跟各位講 10773 對不對 我們今天跟會員講什麼 10771是支撐 有沒有功力就看這個 有沒有功力就看這個嘛 8點48分 不是單太半 單太半每個人都看圖說故事啊 對不對 各位會員都在看喔 我不會跟你唬爛喔 8點48分我們就發給各位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都很清楚 都很清楚 那另外呢 投票來 早上10點 記得來看一下 威威老師的 FB直播 透析 期貨走勢 透析期貨走勢 你現在晚上10點看到我們這個電視節目 那你如果想要盤中 就跟我有進一步接觸 對不對 進一步另類的接觸 你想要盤中啊 第一時間 你就知道我的看法是什麼 請各位來看我的FB直播解盤 透析期貨走勢 怎麼去看你就上FB 搜尋這六個字 蘇威元分析師 你就打這六個字 進去的無啊 每天早上10點 進去就有了 你如果真的不會用你打電話進來問 你真的不知道什麼用你打電話進來問 我們服務人會教各位 早上10點 FB的直播解盤 好不好所以你看 我剛剛有講嘛來 我們再回到軟體 所以你看喔 有沒有 這個地方是幹嘛 兩線分岔向下 紫色線跟白色力道線分開對不對 我不是跟各位講過嗎 力道線分開是往下跌 是往下跌 壓力在1080 所以各位這邊反彈上去之後啊 對不對 你這邊 短線縱使有做多這邊你就要調節一下 壓下來跌到這邊 橘色線支撐都已經跑出來了 所以 為什麼我們空單這邊要補 你看 為什麼來 我跟你講 為什麼我們這裡空單要補 我看到這個嘛 我每次看軟體做啊 我看到這個啊 訊號出來了喔 這邊底部翻紅喔 支撐線在這裡喔 10776支撐都出來 所以我幹嘛 同朋友我要做什麼 空單回補嘛 對不對就是因為這樣子啊 所以 我才跟各位講嘛 越是關鍵時刻 你越需要工具去指引方向 你覺得有沒有道理 對不對你覺得有沒有道理 現在行情說不關鍵嗎 他很關鍵啊 只是說 你要掌握到對的 趨勢跟方向 所以各位你看 827 對不對 823預掛做空8點49分 46點的價差 那你說同朋友 你說問老師運氣不錯啊對不對來 我剛才就跟各位講嘛 運氣不錯不會連續這麼多天 來我跟各位來講 你看一下這裡今天禮拜一嘛你看禮拜五 各位這是禮拜五 放空做多放空做三筆 72點有沒有 晚上10點48分空10782 隔天早上9點52分幹嘛回補 有沒有回補先賺 這邊先賺 然後呢 早上當天早上8點54分 1073預掛做多買在最低點 買在最低點 老師運氣很好各位 因為你可能會想說 你可能看我今天說 老師你放在這裡 運氣不錯啊 對不對 你空在這邊運氣不錯 那我問你啊 我運氣有這麼好 這麼低點我也可以買到 這不會是運氣 我跟我在跟各位強調這邊 這不會是運氣的 這都是專業跟經驗 還有實力所累積出來的 我們十幾年的一個操盤的經驗 所累積出來的 一直跟各位講 所以各位你看有沒有 下沙反彈下沙我們通通掌握 對不對 743預掛做多 彈上去我們補掉 上去再空 9月6號 所以你看有沒有軟體是我們你看 所以你會覺得說這一切都很吻合嘛 殺下去為什麼我們這邊幹嘛 空單要回補反手要做多 因為剛好跌到軟體的多空線支撐嘛 橘色這個支撐線往上跑嘛 所以幹嘛朋友 我們要做什麼動作 這邊殺下來 空單要補嘛 有沒有空單要補啊 所以軟體重不重要 空單要補 然後這邊反手做多 我們就是看這樣子去做的 對不對我們就是看這樣子去做一個操作的 好不好所以我跟各位來講 9月5號一樣嘛 早上直播的時候我就跟各位講不可追高 那個時候的航行在這裡唷 那個時候的航行在這裡唷 有沒有你看到場景還在漲嘛對不對 早上10點我跟你講不要追高你看 有沒有拉回 10點 早上10點 說不要追高 有沒有拉回 所以我說你要看直播了來 每天早上10點 上FB 現在手機其實都可以上很方便啦 你真的 不知道怎麼看的 你想你有興趣你真的不知道怎麼看的 你就打電話進來問 我們服務人會教你 我們服務人會教你 來所以你看 是不是拉回 10747市價做空 對不對 10點38分 48點的價差 48點 就這樣子嘛 投票所以你看 9月5號禮拜四是不是這樣 就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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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點 所以你看這會是運氣嗎 這不可能是運氣的拉 我們操作 所以 你會覺得說 你講的東西 你講的東西都有根據 為什麼 來 為什麼我跟你講 這邊不能追高 因為它產生背離 都有原因 我這邊放空 各位不是憑感覺 為什麼 指標已經告訴我 有沒有 兩線分岔向下 已經幹嘛 轉折轉空了 這邊已經有訊號告訴我 所以我不會用拆的 為什麼我們這邊要空來 為什麼這裡我們也要放空 這邊要做多這邊要放空來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軟體 有沒有 為什麼這裡要放空 來你看 有沒有 你對一下 你對一下 有訊號嗎 跌到這邊空單為什麼要補 有支撐啊 對不對 是不是都很清楚 所以我們不會用拆的 我們每一筆操作絕對都有根據 絕對都有根據 所以你不用太擔心 你不用太擔心 所以我跟各位講 有時候你在想很多 其實也沒有辦法改變什麼 不如各位 用個全新的方法 溫老師這邊來協助各位 你有任何的困難 我們都可以談 給各位最大的誠意跟優惠 好不好 所以我說 如果你不現在決定 什麼 也不會改變 好不好 接下來 就讓我們一起來翻轉 你的財富 好不好 有任何興趣 歡迎各位 來電 下旬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 回來 時間不重來 行情要把握 趨勢精英決策系統 掌握關鍵獲利點 簡單明確好上手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詢問多變 我分析透徹 波動劇烈 我能工能熟 掌握股市最佳出手點 虛勢精英 實現財富夢想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阿瑟 阿瑟 聽說你又買房子了 阿瑟 聽說你又買房子了 股票我就賺一點點而已而已 不會 賺一樣是股票 都你在賺 這個股票 又怎麼買才對啊 我跟你說啦 我們要再開線啦 不用這樣麻煩啦 我有一個專業的人在幫我看 剛才買到早上的時候 一通電 那個妹妹 就幫我把電腦都會用的 你說什麼妹妹啊 一切都搞幾樣就對了啦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好 同學朋友來我跟各位講 回頭看已經做錯的事 那太浪費時間了 那會讓我們無法往前走 同學朋友 你可能現在此時此刻的當下 你還在回想 今天早上如果可以 怎麼樣又怎麼樣 可以在高點放空啊 可以在低點做多啊 那該有多好 對不對 你一定會想啊 如果可以今天早上 這邊知道要空 這邊知道要補 該有多好 可是同學朋友 有辦法嗎 不行嘛 對不對 當然不行啊 如果可以的話 那每個人都發財 沒有人會賠錢啊 問題就是不行嘛 所以我跟各位講 你就不要再回頭去看了 因為那個浪費時間 那個浪費時間 而且你會累積負能量 你越想越多 晚上你越想越多 越睡不著 你的負能量累積到隔天早上 各位你就繼續賠 你的操作會繼續很亂 所以你要改變一個方法 用新的方法去做 那烏尾老師 我這邊的所有的操作跟規劃 剛才已經展示給各位看過了 我們所有的操作跟規劃跟分析 各位都是有邏輯的 不是太有的人說每天都大賺 為什麼都不知道喔 反正就是大賺 你看了你也覺得怪怪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跟各位講 今天的行情 我不是跟各位分析過嗎 台股往上漲 你看今天有利多對不對 蘋果將這個什麼 中國列為首發喔 9月10號他發表清晰 9月20號要幹嘛 要銷售囉 iPhone 11要銷售囉 中國人行降準兩碼 九千億火水量化寬鬆 結果幹嘛 結果A50沒有漲嘛 對不對 你老是會看這個嗎 應該不會 我們都會從透析從新聞面去看 消息面去看不是說唸給你聽而已 唸給你聽喔中國人行宣布降準兩碼 唸完就沒有了各位不是 我們會分析透色的跟你講 對我們獨到的獨家的見解跟各位講 這才是一個分析師該做的事情 不是每天上來表演嘛不是這樣嘛 所以我跟各位講喔來 有沒有所以你要去看這個東西嘛 所以我們才有這樣的結論 我這裡已經跟各位講過 今天高點在10829.44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啊 可能是很巧合吧 總是你就是要小心啦 你前高上一次高點是10994.44 我們 我們不喜歡 44這個數字嘛 可是他就出現啦 對不對所以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我已經跟各位講了 來所以你看 回到軟體的部分 那既然如此我們今天 策略已經定調出來嘛 當兩線分岔的時候我們偏向空方操作 跌到做空線我們把它做回補 有沒有你看軟體做OK啊 你這邊短線做一下也OK啊 你當它分岔的時候你在出場 這邊短線做一下10829 你說做多可不可以賺 這邊你看軟體還有機會賺喔 當然今天 做空比較好賺啦 10825這邊殺下來嘛 這一段各位 最肥的啦 最好賺的是這段啦 10827是今天高點 我們跟各位預告壓力在10823 8點48分我們所有全體的會員都收到 8點49分再來 有沒有你看 8點48分我就跟會員講了嘛 壓力在這邊支撐在這邊嘛所以 下一分鐘幹嘛 8點49分我就出手了嘛 10823預掛做空啊 對我們是預掛做空來 你看會不會成交 你自己看 高點在10827嘛 你這邊掛空單鐵定會成交的啦 是不是殺下來 然後幹嘛 我們把它做市價平倉 10.43分 10823的預掛空 現在10777市價平倉 價差正46點 為什麼我們這邊要平倉 各位 朋友 都有理由的 都有理由的 你看我們不會用猜的 跌到哪裡 跌到多空線支撐 跌到我們橘色支撐線 這邊我們空單先補啊 立於不敗之地嘛 不然反彈上去各位啊 那不就來去一場空 不是很可惜嗎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有時候你就不要想太多啦 你不要想太多啦 越是關鍵時刻 你就越需要工具來支援方向 你看有工具有指標能不能夠幫你 能不能夠幫助各位 你自己看 來 你看 能不能夠幫助各位 我相信可以 因為我還是跟各位講過 這個 這個東西喔 你如果說只看一天 你如果說老師你運氣好嘛 對我這跟各位講過嘛 我們連續給各位看三天 你看 這今天禮拜一嘛 你看上禮拜五 放空這邊做多這邊放空 這不會是運氣好好不好 對不對 這邊40點 10743做多在這裡做多 這邊做多 21點 反彈上去再空 這裡這邊我們再空 對不對這不會是運氣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做 對不對 撒下來這邊是支撐線又反彈嘛 這邊又有訊號嘛 所以我們會這樣做嘛 禮拜四也是一樣嘛 早上直播就跟你講 是不是拉回 所以我們幹嘛我們在這邊試駕放空 所以這邊碰到機會我們就不會客氣 直接試駕空 直接試駕就放空不會跟你客氣 為什麼因為訊號在這邊嘛 各位投票你看 波羅利道都往下點 都往下跑了嘛 這邊就是很好的空點 投票對不對 那前面的行情各位也是嘛 你照的指標做操作 禮拜三 禮拜二你看都非常漂亮 都很漂亮 都很美 都很美 我能這樣講 所以 行情的操作 有時候你就不要想太多了 有方法 有工具 你就會有機會跟希望 我們要維持各位的正能量 讓文文老師協助各位 一起來操作 接下來行情 如果你不知道該怎麼操作 對我們有興趣的 歡迎各位 來電下旬 謝謝各位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democracy 你